全国都在回暖 这个回暖的速度有快有慢 东北地区因为前期温度较低 那现在上升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而上海今天也是 一下子让我拖这件拖那件 这一情好天气持续当中 我们全国各地都迎来一波快速的气温回升 升温南北多地将提前感受到 六月份左右的暖热 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左右 偏暖的程度也是同期罕见 而江南一带地区是跑步入下 身处大回暖之下 上海其实这个天气叫昙花一现 你别觉得今天热 明天更热 明天会达到28度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也上升到19度 但是从预报来讲 本周深沉上海拿到的人事回暖体验卡 冷空气和两波降雨蓄势待发 受其影响 七天之内温度波动幅度将会达到11度之大 所以到后期 本周的后期就是跳水 气温会一直跳到14到18度左右 而且到周日的时候会有降雨 那上海有望跑步入下吗 根据深沉入下标准 立下之后连续5天的日均气温超过22摄氏度 即可判定为入下 但是我们现在距离5月6日立下日呢 还有半个多月时间 所以再高的温度 它也不叫夏天